歡迎大家出席到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甲一組第一場賽事 今日的辯理是以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街市不設實際 對賽雙方為正方崇禎書院及反方聖那可中學 現在先介紹雙方辯源 正方主辯戴宏熙 第一副辯黃詠琳 第二副辯張正逸 以及結辯蒙子恩 反方主辯梁卓彤 第一副辯吳詠欣 第二副辯賽樂韜 以及結辯張二圈 我們很高興請了三位評判為我們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江樂林先生 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中文辯論隊教練范君華小姐 以及聖方濟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賴志明先生 今場比賽分主辯、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問後 雙方各有一次的台上發問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後由正方一副接觸發言 等雙方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的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後會進入結辯的環節 除了台上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外 每一次發言結束前30秒將會有1釘提示 釘 鬥鐘則有2釘提示 釘釘 超時15秒則會連釘數下 釘釘釘釘釘釘 其餘詳細賽關於先前都已經給了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們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麻煩同學解除靜音,你會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口說一聲,可以了,我們就開始計時 正方主辯 正方主辯準備好,請你口說一聲,可以,我們就開始計時 可以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辯題的關鍵概念 第一,主題活發 近年來,政府積極翻新街市 例如增設冷氣設備,重鋪地板,放闊通道等 有部分的街市甚至會進行主題活發 以同話風,舊香港,水族管為主題設計街市 配合相關的擺設,音樂重新打造香港街市 然而,主題活發一次需要數千萬 因此要衡量利弊,不單只是看效果 更加是要考慮成本效益 第二,公屋街市 今天面題特別指出 可能範圍在於公屋街市 而附近的居民大多為基層市民 以日東街市為例 附近有四萬個居民 八成是新移民,賣不起貴菜 因此,公屋的街市必須不合理 平靚、靚、正的原則 因此,右方要反正便題 證明主題活發公屋街市並不是不設實際 必須要先證明 進行主題活發後,公屋街市更能符合街市原意 配合基層市民需要,否則便題應成立 明居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扼殺小店生存 損害香港文化 一直以來,公屋街市 債多為小店 不單只是保留香港獨有文化 更以嘉年密美的貨品吸引客人 然而,主題活發後 不少小店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以日東街市為例 主於街市 裝修成九龍城寨 為主題的香港市場 租金由以前的三萬加到現在五萬 當中豆腐檔檔主表示 本來就屬於小本生意的豆腐檔 因為捱不到貴租而搬出去 搬進去的大多都是連鎖店 由此可見,主題活發之後 小店是不能留下 即使有部分小店 嬌幸捱得住 都未必可以長期營業 正如屯門區議員林明恩子 雖然主題活發後的日戶外街市 保留了少量的小店 但是當中這個街市 是用五十億的高價買回來 透過加裝去圍本和賺錢 似乎是可預知的事 小店的生存空間少之又少 反問有方 是不是為了改善環境 必定要犧牲小店呢? 第二,造成成本轉價 加重基層的負擔 正如我方剛才所以 主題活發後 街市的租金大增 先在青衣長華村的街市 建華集團執行董事 零為漢子 翻身後支四千萬港元 有租戶子 街市翻身後 赤租至少上升三至四成 再看看屯門友愛街市 遇到的員工子 過往成績三年後 月租九萬元 現在要十四萬元 擔心未能捱貴租 更甚的是 公安租金 不僅影響店舖營運 更影響基層市民的負擔 店舖未能負擔公安租金 唯有提高貨品的價格 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因此是長發街市到處購物的 市民逆指貨品的價格 較以往的貴 因此可見 主題活發後 無論是店舖還是消費者 雙雙都未是得益 最後想問一下 友方同學 同不同意 平靜正才是公屋街市 最重要的原則呢? 如果同意主題活發 增加成本 調高的價格 是否反而符合 以上的原則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4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另外提醒一下 變員發言的時候 麻煩你要離開 你的座位走到台前 好,接著有請 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的話可以說一聲 可以 我們開始計劍 請 主席評判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一封主題直線邏輯 說 活化後 租金就會升 但看實際情況 天水圍的天水街市 主題活發後 雖然租金升了兩倍 但同區 沒有主題活化的天宅街市 租金同樣 在半年半內同樣增加了2.5倍 同一區 沒有主題活化的街市 同樣租金大幅上升 可見租金上升有很多因素 甚至可以說是經濟的趨勢 有方同學不可以一見到租金升 就直接歸因在主題活化上 回歸變題 如果街市變得不切實際 你真是街市已經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不符合現實狀況和需要 所以要審視變題成立與首 就要審視主題活化的公屋街市 可否實際設合商戶和消費者的需要 而我方反對變題 原因有二 第一 增加人流為及商戶 對商戶而言 公屋街市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營商環境 令他們可以增加收入 但以往大部分的公屋街市設計股板 衛生環境惡劣 令市民失去誘因前往 商戶自然難以生存 但經過主題活化後 公屋街市加入了特色元素 令街市換言一聲 增加人數 例如青衣長髮街市在活化前 環境欠佳 衛生欠佳 環境分暗消費者 寥寥可數 然而 以海洋主題活化後 改善了環境 成功將人流增加至兩倍 主題活化後 裝飾設計更增加了街市的吸引力 屯門有外街市主題活化計劃總監王志謙直言 設計兒童主題的街市 配合了附近的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 吸引了外區的客人前內街市大動生意 而2014年領前的數據更反映 主題活化後的天稅街市 人流升幅上升至五成之餘 商戶的營業額亦增加至五成 可見 主題活化令吸引力大增 帶動了人流和商戶的收入 符合商戶實際需要 第二 商品多元化 市民多選擇 公屋街市主要為公屋住戶服務 但以往街市沒有人流 檔口空置率高 貨品種類不齊全 以有外街市為例 活化前只有幾間的商戶組合單一 食市只有五間 未能滿足街坊的購物和餐飲需要 主題活化後 可以吸引到商戶進駐 你市民的選擇更加多 以有外街市為例 主題童話風 童話主題風吸引了人流和商戶 舖位的出租率高達100% 更增添了小食街和16間食市 又例如鴨利多街市以碼頭主題活化 從活化前有一半的舖 到活化後全數舖位成功出租 貨品的種類亦隨之增加更多元化 例如引入了美式的熱酒店 台式飲品店等 可見主題活化後 公屋街市的商業價值提升了 自然會吸引到不同種類的商戶 的租戶進駐 增加了貨品的種類 令街市商戶組合更多元更豐富 從而滿足到街坊的購物和餐飲需要 為及市民 撤合實際需求 總結意見 以主題活化公屋街市可以提升到商戶盈利 同時而滿足到消費者的需求 更撤合到現況需要 所以並非不切實際 多謝各位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6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然後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反方主便時間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接著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都向對方提問過一次 回答過一次之後 就會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準備了 請評判注意 不好意思 正方崇禎書院 我想問一下 我們剛才知道要出去講話 我們可不可以找一個人幫他拿著麥克風 沒有問題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還有事請評判注意 填寫在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要注意填寫的程序 不是 你放在床上 最後 反方分子第一格其實是在填回答分數 第二格就是發問分數 好,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 在台上發問 請你解除正音 準備好請你說聲可以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可以 可以 想問雙方 主題活化之後 建華集團總監寧偉業 曾經表明東沖的日東佳市租金加了四成 有方覺得 是否覺得利小商戶維生呢 講到底 有方都解釋不到 家租到底有利小商戶發展 又如何證明主題活化是好呢 謝謝 謝謝各位 好,預備時間1分鐘開始計時 謝謝 再來 旁 旁 請問現在可以嗎 請問現在可以嗎 現在沒有問題 好 可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剛剛有方同學說日東加市活化之後增加了四成 但我方看到的是沒有活化的天宅加市和縱負加市 都升了2.5倍和6.8倍 可見我方舉出的沒有活化加市同樣升那麼多 甚至遠遠高出你剛剛舉的四成的時候 可見有沒有活化的租金升 根本沒有直接關係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 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元作台上發問 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開始 是可以 請問現在可不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還有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資金貴會令物價上升 令基層居民負擔不到 但是從來都沒有交出過數字 想問有方同學 哪間街市是有物價上升 上升了多少呢 請有方同學解釋清楚 各位 預備時間一分鐘開始計時 有 沒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订定, 准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主便答辩 麻烦你解除正音, 你会有1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你说一声可以 可以 在建华街市, 外判商疯狂加了4倍 但是, 听基层市民说, 因为加租, 水族本老势 他们就说, 加租被人加了2倍 然后他们只有提高了物价, 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我想问是, 有方同学, 如果现在 外判商疯狂的加租, 怎会不会将加租的价钱 转嫁到消费者身份, 正如我们一户所说 如果3年后由9万元升到12万元, 剩下3万元 不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份, 我想问问有方同学, 转嫁到哪里呢? 还有一个问题, 有方同学, 我想问问, 如果市民可以负担到这一笔价钱 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正如我们主编所说 公屋街市主要是奉行便宜, 正的三大原则 好, 多谢各位 叮叮 谢谢各位 叮叮 叮叮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轮到正方第一副便 麻烦你解除静音, 你会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你说一声可以 不好意思, 等一会 你们听到吗? 清楚的 可以 叮 评判主席有方同学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其实有方反对便提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觉得公屋街市要改善 但我方就奇怪了, 做普通翻身, 普通活化都已经达到以上效果 例如食玩处一早已经落实了街市现代化计划 准备在11个街市进行小型发生工程 例如装修内部设施, 美化外场, 更换地砖, 维修设施等 由此可见, 即使不是主题活化 一样做到改善街市的理貌, 还有什么必要性 要花几十万做主题活化呢? 听完油方四分钟主变, 不难发现, 油方反对变题 都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有方同学说可以改善街市环境 但我方又明白了, 如果有方只希望改善环境 直接进行街市翻身都可以达到以上理处 以必列遮市街街市为例 以于2018年翻身成功再次迎接 街市内只有基本翻身都一样认得 街方的一致好评, 反问有方究竟有什么必要性 要进行主题活化呢? 有方同学说主题活化之后 可以增加街市人流 但现实是否这样呢? 以青衣长发街街市为例 有菜当租户子, 街市装修后 租金倍增至每月六万多 但新街市旺丁不旺材 生意够街市少一成 反问有方, 是否增加了人流 反而就会少了生意呢? 由记得我方主变 最后问了有方一条问题 有方同不同意公屋街市最重要的原则是 便宜、靓、靓、靓 有方都不敢否认 正正是因为有方都明白 公屋街市最大的受众就是基层市民 对住一班比较贫穷的公屋住户 最重要的不是街市有没有音乐听 有没有漂亮的装修 而是货品的价格和质素 可惜主题活化之后 大部分小店被逼搬迁 根据领展资料显示 本身有六成街市最后都是小店 总算生存得到 但是以主题活化后的有外街市为例 一 七十九档的租户 只剥了三成是小店 其余全部都是连锁店 货品价格贵了不单止 还要浸失人情味 这个是不是就是有方想见到的预警呢? 希望在座各位都能够花一点时间 看看今天的面题 要上方讨论的 不是主题活化歌家市的尼米 这么简单 真正的关键在于 不切实际四个字 因此我方主编所说 要看出主题活化能否配合 歌居民的需要 因此我方同意有音乐有设计有主题 是好 是感上添花 但是否能够配合一班消费者的需要呢? 因此凡请有方一副交代清楚 主题活化的必要性 谢谢各位 正方一副发言时间为2分4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第一副片 麻烦你解除正音 你会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 请你讲一声可以 是米是米 清楚 是米是 可以 丁 主席评判卓各位 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论证辩题 他只是跟我说什么 比较有利弊 你刚才一副导师说 是要讲不切实际 你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不切实际 因为事实上直至今年 包括石尼街市 保能街市等 已经有超过24间街市做了主题活化 实实实在 提供多元的货品 更熟悉的购物环境 更优质的购物体验 实际上行之有效 又怎会是不切实际呢? 即使我方同学 即使我方同学 退一步跟你看利弊 我方同学第一个论点 跟我们说租金上 因为主题活化 导致租金上升 压杀小店的生存 其实我方同学错误过因 因为不论有做主题活化 还是没有做主题活化 租金升幅都是差不多 例如台上发问 我方已经举了 有几个没有做主题活化的街市 升幅甚至比有做主题活化街市的劲 我们现在再看看 由领展管系的马安山利安街市 没有做主题活化 但以装修为名 加租2-3倍 都是领展负责 长发街市 我方同学也有说过 就像你这样说 即监了3-4成 可见的是 租金上升和活化从来都没有关系 背后原因是什么? 就是领展的无情加租 按照你的逻辑 租金上升等于不切实际 那是否所有的领展街市 都是不切实际 相反 有方同学否认不了 主题活化 可以改善环境卫生 也可以增加人流 但他就质疑了 普通活化都做到 但既然现在主题活化做到 普通活化都做到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是两个都切实可行呢? 在人流方面 主题活化 比普通活化做得更加好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 甚至现在 你这么着重这个成本效益 但我们现在看到 普通活化 甚至是比主题活化更贵的时候 例如落户街市 是有1亿2千万去做普通活化 但人流呢 增加就1成 你这么讲求成本效益的话 是否应该普通翻身 也不应该先做 相反 长发来过街市 少了2千万 以货柜工业做主题活化 商务都表示 人流是比以往增加了3倍那么多 而有个街市 以后而同活化做主题 我们看到 由这个承办商 机会资本文帮 负责总监 王志謙督自出 正正是因为他配合 附合的共用游乐场 成功吸引到 不单只是公屋居民 是外区的市民 都来买东 带动到生意 至于为什么可以 主题活化 给普通翻身 带来更多的客户 正正是因为墙头 吸引客户干顾 正如过时过节 商场都会挂点圣诞树 把灯色令到你 会更想商场去看这些 消费去购物 可见主题活化切实可行 又增加了潜在客户的时候 为什么不切实际 第二 第二 有同学物价上 他担心主题活化 令物价上升 就会转嫁去基层市民 有同学直到台上发品 他都没有交出任何一个数字 他只是同学说 说话 因为租金上升 就等于物价上升 但假设物价上升 也可以是来货价 优于其等 所以有同学根本完全制止 主题活化 令物价上升 相反 有同学很着重 他觉得 而事实上 我们看到主题活化街市之后 吸引多不同的商户进铸 令新品更多元化 切合到公屋区民的不同需要 可以吃便宜些 也可以吃贵些 参方同学一直标签公屋市民 以为他们要便宜就足够了 多谢各位 反方第一副便发言时间为3分0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正方第二副便同学 请你解除正音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你说声可以 可以 正 比赛来到尾杯的位置 我们分歧如下 有方同学说租金上升 经济亦都上升 我想问有方同学租金上升 迫走小商户 尽住的 即是连锁店 我想问有方同学 这样不是令到经济单一化吗 又何必清想经济发展呢 第二 有方同学你说可以增加市民的选择 主题活化街市 的确是否主题活化街市 可以增加市民选择 我方不否认 可能过空间后 可以用来更多的店铺 但多了店铺 又等不等于多了市民选择呢 正如我方主便所言 不少小店被逼搬迁 新进注的 只是连锁集团 既成市民是否真的有能力作选择呢 以东冲日东街市为例 市民都表示 货物普遍贵了 把问有方 是否增加了更多 市民负担不了的货帅 在座各位 其实公屋街市的原意 无非是想给基层市民 一个加烈物美的购物地方 因此说到底 无论如何设计 如何改造 都不应该出来这个大方向 我认识的是主题法 早已背道而迟 大量的连锁店进注 昂贵的租金 是否市民想要的呢 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看基层市民的原因 在游外的街市 经营多年的水族管商 李先生都表示 装修校的确 环境好了 当晚了 但管理公司 为了配合这个 童话主题 而播放的音乐 令人烦粗 根本就没有实质的作用 而在青衣 长发街市 经营的洗衣店 老板 刘老板都表示 在档口面积熟水六成 只剩下不够四百尺 更要每天提心吊胆的做生意 怕自己 负担不起 旺贵的租金 新生意没有多了 只有租金 平阴我 转变 商店说 是否真的一件好事呢 这样的经济活动 是否对主题活化的环境 主题活化商店 是否实际呢 还有想问多 有同一个同学 有同学 有同学 由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任何主题 只是跟你说 我们设计给小朋友 小朋友玩乐的地方 然后就会多了人来 好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变 发言时间为2分28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婚 然后是反方第二负变 请你解除正音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你说声可以 请你解除正音 说一声可以才会开始计时 请你解除正音 说一声可以才会开始计时 各位大家好 刚刚有本堂和我们说 活化街市会令经济单一化 有本堂今天又和我们说 小店不能够留下 会令到经济单一化 但我们现在见到 石离街市的出租率 依然有上升 商户肯留下 即是换言之 商户都有动式到主题活化的潜在价值 才会选择留下 甚至有旧店小店都选择留下 逼迁的情况 根本没有有本堂说到这么严重 机会资本公共事务及市场推广总监 王子谦则指石离街市活化了之后 大概有20间露店留下 包括东南亚经济的布店 售卖香烛活鸡等的店铺等 所以有本堂今天说 商户不能留下 商户不能留下 并不是事实 有本堂今天又和我们说 他们想要价廉物味 活化街市并做不到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活化街市能够令到更多商户进驻 令到提供更多元化的货物 例如黑毛珠同时也有煲汤秀肉 有和牛同时有炒菜牛肉 才能够符合公屋市民的不同的需要 所以市民各取所需得到升级的体验 还是不是不切实际呢 今天审视辨题 我们由成效来看 有本堂今天觉得 日落好了是因为街市环境好了 而普通装修能够做到 所以不是因为主台活化 竟然有这么多方法都能够改善到街市环境 而主台活化是其中之一 已经能够证明到这种方法是实际而且有效 其次有本堂今天在这里质疑 我们说主台活化的装饰品没有用 吸引不了市民 但是主片已经提到 屯门有爱街市的主题活化总监王子谦指出 有爱街市以主题活化主题为主题 以童话作为主题 成功吸引了更多家长 带上小朋友一起去街市 又好像建华集团执行董事 林伟汉則指 清衣街市活化后 加了更多鱼类海灿选择 事实例子反映 可见装饰品作为脚头蒸蒸可以吸引更多人流 主题活化后 清衣街市人流升了两倍 天水街市人流升了五成 可见装饰品不是多此一句 反而是其中一个特色 多谢各位 反方第二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反方台上便员提问 正方是无权指定回答者 而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员回应 台下发问的时间为1分钟 台上同学准备时间1分钟 再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的15秒 将会有一定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正方台上便员提问 发现时间同上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位便员提出 留意同学发问的时候 请你开开你们的镜头 和解除正音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台下发问文字 现在就开始了 先请正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有1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你说一声 可以 清楚的 可以 评判主席各位大家好 根据领导的网页 现在每年平均租金升幅是17.8% 但根据机会董事表示 活发了之后的街市的升幅是2至4成 可见根据活发了之后 租金的升幅根据大于标准 预备时间开始 预备时间开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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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周圍緣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序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位同學跟我們說領展普遍是17.8% 不是,他普遍是17.8% 但有些領展負責的理安佳子 他沒有做主題活化,只是你說的普通裝修 都想說兩至三倍的時候,他同學從來都不可以普遍跟我們說 再者是,現在你說主題活化的租金升幅 其實你說的都是鼓勵的時候 我方不明白為什麼你可以 將這個 都這樣上升的這件事 賴到主題活化身上 其實我們看到主題活化 帶來的人流 可以令到商戶的收益增加 例如天稅街市這樣 人流上升約五成,商戶的營業都升約五成的時候 對商戶,對市民,對全部人都有約利的時候 我方不明白 想問有可能還不是不切實際 謝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會音有點大 好,請問其他 座場人士有沒有問題 聽到 有的話現在提出 好,沒有的話 你說開始我就計算 開始 定 再各位大家好 有分同學說普通翻身就能夠吸引引流 而主題活化就令租金飆升 所以不切實際 來看看實際例子 天稅為天聖街市 一五年進行普通裝修翻身 結果租金上升六成 又可能會出以有方所欄的港酒小店 將成本轉嫁給基層 既然沒有主題活化普通裝修翻身 都會令租金上升 那有方同學支持的裝修翻身 是否都不切實際呢? 多謝各位 正方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等會 後悔 准备时间结束 请和我准备好,我会说一声,可以,我就开始计时 有一分钟发现时间 可以,听到吗 清楚 可以,开始 谢谢各位 现在请正方在座位辩元作第二条桌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现时间,准备好前面说声,可以,我就开始计时 还有要开个镜头 是吗?是吗? 是,清楚的 可以 评计主席,大家好,今天方向的承认基本翻新有效 所以做主题活法也没有问题 两方同学都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要加音乐又要同画化呢 最重要的是,因为做完主题活法之后有助市民 但是,看回实际情况 东涌居民赛数只表现,主题活法做了之后 看似繁华的街市,但是分布极劣 甚至担心物价上升 买菜能量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你觉得有助市民 谢谢各位 预备时间开始计算 预备时间 丁丁, 预备时间结束, 请反方派周围变员答辩,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你说一声可以 主席、 预备时内调整, 预备方色课行个 都已經承認了主題活化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連任溫河都承認了主題活化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到主題活化是設實可行 任溫河又跟我們說 有市民會擔心 又說街市很亂 但我們現在看到街市亂可以是課品的亂擺 所以而不是主題活化還是市 多謝各位 請反方派出位便原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會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是咪是咪 清楚的 可以 有方同學說主題活化街市物價會上升 我方直接給例子 例如有主題活化的本灣街市 生產賣五元一斤 沒有主題活化的外甸灣街市 生產賣八元一斤 再看看有主題的本灣街市 蘋果賣二十元四個 沒有主題活化的外甸灣街市 同樣賣二十元四個 我方有例子證明 有主題活化的街市又便宜賣 有方同學說主題活化會賣貴的貨品 我方都不反對 主題活化街市特色就是高低中檔次都有 而香港樓價這麼貴 住公屋的不一定是窮到貼地的人 所以多元化的貨品 才符合公屋市民需要 想問有方 現在主題活化街市便宜又有 貴的又有的時候 為何不符合公屋市民需要呢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預備時間開始計時 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準備時間開始計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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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那些錢會轉嫁到商品上 我想問一下 有方為何這個不是個別例子 因為有方為何是個別例子 因為我們眼中去第二個街市看 我們去看一些 北地謝市街街市的菜價 的確是 在政府的報告中的確是比較低的 他們平均 而你們的主題文化街市平均加了二至三成以上 我想問一下 二至三成究竟有方同學是否想相互眼睛 而沒有轉嫁到商品上 多謝各位 現在是結辯的環節 雙方結辯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跟機制談 看見 有方 有方 一分 有方 有方 準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主編總結,你有4分鐘的發言成立 準備好,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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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 很大的回音 可以 定 主席、評判、助作各位,大家好 如果要用兩個字形容街市,用骯髒,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但街市是不是以後都不可能私下骯髒這個標籤呢? 不是,街市在等的只是一個機會,一個可以改頭換面的機會 而主題活化正正就是街市在等的那個機會 全場雙方都是就主題活化街市的必要性討論了很久 但歸根究底,實際與否最重要是從公屋街市兩個最大的持份者切入討論 分別是街市商戶和公屋市民 先從街市商戶而言,商戶對街市需求很簡單 就希望從中獲利 有方覺得主頭活化對商戶是不切實際 就是因為活化之後,發展商可以乘機瘋狂加租 邊商逼走商戶,小店不能留下 經濟就會單一化,只有連鎖點 但有方今天交不出實際數字 我方義父亦都交出數字論證了 幾乎所有曾經以主頭活化過的街市 原來租貨的數目幾乎是不跌反升 問有方怎樣解釋這個現象 有方根本就解釋不了 因為有方都知道商戶情願捱貴族 都希望享受到主頭活化為他們帶來的人流和商機 所以到最後,有方無法論證主頭活對商戶是不切實際 反而我方為何論證主頭活化對商戶是實際 是因為主頭活化之後,能夠有效吸引人流 購物育、購物意欲也上升 商戶就會成為最大的得益者 正正是針對商戶的需求幫助他們賺取金錢 再從公屋市民而言 市民對家市的需求就更簡單 就是可以賣到所需的送菜 但有方之所以覺得主頭活化對市民是不切實際 就是因為活化之後,租金大增導致物價上升 不符合你所謂平靜的原則 基層市民也無法負擔 但有方從來沒有交出實際的數字 數字去論證物價後會上升 有方今天歸因錯誤 即使有沒有主頭活化 街市的租金都會每年上升 跟主頭活化是沒有必然關係 有方回應不到 我方更直接舉出例子的反證 原來即使普通裝修、發展商都可以對租戶座地起價 所以結論是 有方無法從公屋市民的角度 論證以主頭活化公屋街市是不切實際 反觀我方就能夠證明 為何主頭活化對市民是有實際幫助 因為主頭活化和普通翻新不同 應該是主頭活化比普通翻新更勝一籌 主頭活化講求的是設計感、新鮮感 有些主題甚至是你猜都猜不到 竟然可以與街市互相融合 對市民而言 主頭活化正正可以為買菜煮飯這些 枯燥無味的 枯燥、佛利的例行工作 增添一份全新的購物體驗 更何況主頭活化吸引了更多商戶進駐之後 貨品選擇隨即變多 解決了市民買菜的需求 所以總括而言 主頭活化可以製造一個租戶市民雙贏的局面 街市髒是我們對它搜救的想法 回想起來 街市其實就是一個幫我們解決日常飲食的地方 在現今連鎖超市 各國餐廳能力的香港社會 如果我們不給街市一個改變的機會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不難想像公屋街市將會被一一淘汰取代 我們不會再聽到這邊豬肉當老闆說 今天的豬肉有多新鮮 不會再有機會買一斤菜 老闆娘就會送一棵蔥 我們不會再有機會感受很不容易 在街市建立的一段段倫理關係 在街市人聲沸騰 當街市消失在我們的生活 日後只會剩下在超市埋單時 嘟條碼的聲音 我們將會失去的不只是一個街市那麼簡單 失去的可能是一份難能可貴的人情利 既然主題活化街市是一個雙型方案 為什麼不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 給街市絕景逢生呢? 多謝各位 反方結辯發言時間為4分09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將我們由正方結辯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淺 Penalope 可以了 主席評判、有存於同學再者 各位 大家好 記住來到最後4分鐘 2014 在領事於2014日的報表中 平均小商局會有6成 而生產後 現在不足吧 36 日冬街市年輕檔主表示 搞這麼多遊客不幫襯 不如減早算吧 現在想要請大家忘記剛剛比賽 聽過的所有資料和數字回歸基本報 一起想一下究竟街市對你而言代表著什麼 是小時候和家人的回憶 還是本土電影最代表香港的標記 還是一個賣魚賣肉的地方呢 對你和我而言 街市都有不同的意義 如果再次各位用三個字來形容 香港街市有想到什麼字呢 審視今天的辯題要問以下幾條問題 第一,公屋街市受眾的人是誰 我剛剛主編開始強調公屋街市和私營街市 和超級市場都不同 買東西的人通常都是基層市民 負擔不起超級市場的物價 唯有去家樓下的街市 因此其實街市 從來都不是一個銷售的地方 骯髒但親切 地方狹窄但溫暖 嘈雜但熱鬧 正正是基層市民每日的生活寫照 得行三個檔的層師 會送一個蘋果 豬肉檔的老闆會送多斤肉 已經是生活中最大的小確幸 因此對於我們而言 街市少了魚檔 多了連鎖店 菜貴了可能好小事 但對基層市民來說 已經足以生活法上加根 所以我方不停重審 主題活化後 不少街市提高物價 厄撒小店已經是極大的廢所 還是有方覺得 裝修漂亮 欺商一班小市民 都是在所難言 第二主題活化是否適合街市呢 有方覺得活化一定好 但是 是否真的做什麼都是活化好呢 事實上政府過往做過 不少的活化項目 例如活化歷史建築 活化工廈等 但大多都是失敗收場 原因正正是每次活化 政府都將舊的元素通通搬走 跟今日有方同學一樣 以為新以為美 一定是好 但再者各位 活化不是理應是嗎 在舊有框架下 加入新元素嗎 同樣道理 今天我們在討論公屋街市一樣 無可否認主題活化的確會更吸引 但是還是我們認識的街市呢 其實說到底 香港街市也是回憶 替人情味 每家小店 每個大招呼 都成為了我們記憶的街市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家都緊張 無冷氣 多過隔壁那間魚檔 穿著走廊多闊 多過花店倒閉了 在我方眼中 街市是香港特色 是香港人的回憶 但可惜在有方眼中 香港街市只是水族 是童話故事 是日本居酒屋 是海洋世界 究竟我們要何時 究竟我們要繼續冷漠下去 還是只顧活化環境 正方頁面發言時間為3分35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請大家稍等一會兒評判整理分子 另外評判如果整理完分子 亦可以通知我一聲 再次評判一下 請忍專頁 謝謝 請問或許閉嘅 請問一行 打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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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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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